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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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有沒有搞錯啊? 唉!好生氣!我不看了 咦!我的遙控呢? 不過也不要緊 我手機都一樣可以轉台 轉台方法有很多 最簡單就是用內置紅外線的手機 登記遙控APP 選回電視機牌子就連接到了 不過有些遙控APP的配對步 就會多些大家可以試多幾個 不過現在有內置紅外線的手機不多 例如LG、Samsung的舊機 又或者紅米、小米、華為這一輛手機 有內置紅外線的功能就比較多些 大家就可以去Google一下 看看自己的手機有沒有 沒有內置紅外線的手機都不要緊 可以買這些紅外線的外置Play 我這一款就在黃金電腦商場買的 做法會複雜少少 首先跟著說明書下載相應的APP 將紅外線外接Play插入手機 APP會彈出不同款式的外接器給你選 選完就預備好連接電視 而連接電視先要在APP內選回電視牌子 然後再跟著配對 例如閉機、開機、更大寫聲等等 雖然配對步驟比較多 但相同牌子的電視是不用重新配對的 即是我們剛剛配對了Samsung電視 如果有另一個不同型號的Samsung電視 甚麼都不用搞都可以直接用 而且不同的紅外線連接Play 連接方式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就可以試一下 哎呀但我不想看看 都用手機 都是買回遙控安心點 除了同牌子的電視遙控 市面上亦都有很多慢用遙控 用慢用遙控記得選一些setup簡單的款式 好CD款又快捷現 只要跟著說明書做 同時按設定 再加指定送字鍵就可以用了 其實有很多慢用遙控 比有特定牌子的遙控 好像我這個在鴨寮街買都是$30 要以上這三個方法 以後不見遙控都不用怕了 換生活 落科技 銀華-K